這件事情是這樣子 這個昨天是黃建廷秘書長有打電話給委員 我是有接到的是黃建廷秘書長的電話 那就是說他有詢問說 我是支持哪一位候選人 那我說我是支持郭董事長 我想他應該也有一一的詢問各個委員 那所以真正哪一位委員是支持誰 我說我去問的時候 我當時我去詢問的時候 支持郭董事長是比較多 在立法院我去詢問的時候有16位 支持侯友宜市長的是有13位 那我跟他說我問的時候是這樣 那我說也許有的我們委員會不好意思 也許我們挺侯派的委員 比如曾總召去問的時候 可能就會變成好像支持侯的就會比較多 那我說那不管是怎麼樣 昨天問的是黃建廷秘書長 大家也知道黃建廷秘書長 他當然是秉持著這個中立的精神 所以他應該不會出來放話 所以我昨天說就是說 說什麼挺侯的有幾十位挺郭的有只有幾位 這種絕對不是黨中央傳出來的 那黨中央也澄清了 黨中央沒有說這樣的話 黨中央也絕對沒有內定的這種行為 那所以我覺得是某些委員在 特定或是某些人是特定的在 不一定是委員 可能就某些人特定有在放風向 那我想禮拜三之後 我們大家就會團結一次 是沒有必要在這個時候故意放出什麼方向 會擔心這樣的說法會讓整個來營更難團結 我想在野陣營的不只是國民黨的團結 包括在野陣營團結都是非常重要 大家都知道這幾年來在民進黨執政下 事實上百姓的生活是很辛苦的 然後而且兩岸已經走向兵凶藏圍 所以個人的一切都是事小的 小五我們都必須要放下 就是禮拜三當如果說 我們朱主席決定爭到哪一位候選的時候 我想我們大家都是一定要團結的